人生小站 Live Station 欢迎您来到人生小站 停下匆忙的脚步 一起品味人生 Welcome to Life Station Hold your busy steps Feel real life 112站 Stop 112 孔子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 Confuciu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mankind 尽管历朝历代 各国对孔子的评价解释不一 有的假借孔子之名 行法家之史 甚至挂着孔子学院之名 行间谍宣传共产主义 孔子思想影响深远 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许多人认为 孔子的中心思想 是仁爱和礼教 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 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是 仁者爱人 其实 这是极大的物极 因为 除了儒家之外 提出爱人的宗教学派 比比皆是 基督教高举 神爱世人 佛家强调慈悲心 伊斯兰教信仰 真主爱人 孔子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 其实是 孔子提出了中庸的观念 认为 凡事过犹不及 太多不好 太少也不好 任何过度的极端 都是有害的 因此 儒家反对一切极端 包括 极端的观念 和极端的行为 中庸之道 虽只是一种哲学思想 没有精确的科学标准 然而 强调凡事允殖绝踪 不走极端 后世的科学研究 却逐渐证明 它的功效强大 许多人认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对人类贡献 无与伦比 认为 波尔的量子论 跨越时代 殊不知 孔子的中庸思想 早已两者兼备 就拿运动来说 世界卫生组织 和美国运动医学会 的科学家们发现 每星期的运动量 过多和过少 都有害健康 最适当的运动标准是 中等强度运动时间 每星期不超过300分钟 和不低于150分钟 高强度运动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150分钟 和不低于75分钟 虽然各年龄层 适用时间略有不同 但大致适用 不止运动时间 需要符合中庸之道 运动的种类 也要符合中庸之道 不能极端地 只做一种运动 专家建议 每个人都应该 进行至少 二种以上运动 以避免 因反复相同的动作 而导致运动伤害 这种多样化的 中庸运动方式 称为交叉训练 请见人生小战69 均衡运动 再拿饮食来说 中庸均衡 使用多样化的食物 对健康好处多多 极端 只是一种食物 和口味过度的饮食习惯 都会让身体逐渐败坏 最终导致生命堪移 请见人生小战 96 彩色蔬果 吃饭七八分饱 就是中庸之道的具体实践之一 吃太饱 不但肚子太撑 不利消化 行动不便 长期吃太饱 还会造成许多疾病 例如肠胃 和心血管疾病 吃太少 当然也会造成 营养不良的可怕后果 许多人认为 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自然醒 使人生一大享受 认为 睡眠能治百病 越长越好 殊不知 睡眠也需符合中庸之道 2021年 日本国家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 首次在美国医学杂志上 发表的主题为 日本 中国 新加坡 韩国 成人睡眠时间 和主要原因 死亡率的关系 等文章 指出 七小时 是最好的睡眠时间 死亡风险最低 八小时的睡眠 已经伤害了许多人 并可能 增加死亡风险 虽然各年龄层需要的睡眠时间 不尽相同 可以确定的是 睡眠时间过有不及 太多 和太少 都有害健康 女性 周海妹的长时间睡眠习惯 不禁令人怀疑 和她在五十七岁时 促事有关 许多人喜爱清洁 过度清洁 却有害身体 在无菌的保温箱里生活 是最清洁的环境了 过于清洁 无菌的环境 却让人体 产生不了 适当的抗体 反而容易生病 工作 可以带给人们成就感 和提供生活所需 过度工作劳动 却可能造成可怕的 过劳症候群 促事 就是其中最无法预料的 可怕结果 发财 是许多人一生的梦想 过度打拼 努力累积财富的结果 除了无法提供 更多的快乐感外 也可能带来 不可预测的身体 人生 和人伦危险 爱国 是许多人认为 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 过度爱自己的国家 却可能成为 残忍伤害侵略他国 和排外的借口 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 国民爱国的程度 达到空前 结果 伤害屠杀了无数他国百姓外 也让自己的国家 差点毁灭 现代极端恐怖分子 认为自己的信念 是绝对正确的 从这种观念产生的行为 残忍对待不同信念的人 变得极其正常 2023年发生的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出现的情况是 大量哈马斯宣称的 巴勒斯坦同胞 无辜遭殃 中央的驾驶习惯 对行车安全也至关重要 行车过快和过慢 都不利行车 超速驾驶造成的交通悲剧 日日发生 行车过慢 也让交通顺畅 变成空谈 这也是绝大部分公路铁路 都有最高和最低速限 规定的原因 家人相处 也需符合中庸之道 单方面的过度强势 会造成其他家人的困扰痛苦 最终导致家庭失和裂解 单方面的过度弱势 如家人长期卧病贫困 对其他家人的生活 也会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 凡事固有不及 不只是用个人生活方式 也适用国家体制 举凡 采行极端控制 或极端放纵百姓的政治宗教制度 带给百姓的 经常是无尽的灾难 采行极端政治宗教的国家 普遍出现的是经济败坏 和人民幸福感低落 与人民外流严重 理由无他 因为一般人受不了极端控制的环境 极端放纵的国度 同样有严重的问题 人民强略商店低价物品不乏 永枪泛淡 和疫情期间任由不戴口罩 不打疫苗 导致治安疫情过度严重 同样都不是人民之福 孔子离世已经2600多年 他的中庸思想却历久迷心 不断让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们 平安、健康、快乐 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 谢谢您 May you be in safety, healthy and happy Thank you